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1月15日 星期一 移民其實就是很多現在人談論的話題 但是其實移民 不是香港人所創 而是 大陸 所創的 為什麼呢 因為 第一批移民的人 其實是從大陸出來的 他們去哪裡呢 就是滿清的時候 就是埋住仔 當然那些可能不當是移民的 那些叫走難 滿清到了民國時期 走難的人也有 下來香港或者上海 到了最大規模的開始爆發走難 就是1949年 1949年很多大陸在上海 北方人逃難 香港 有些去了台灣 這個是不是算是移民呢 其實 以走難為主 做到真真正正的就是在香港那批 在 6、7年暴動的時候 就是第一批的移民潮 當時香港的稍為富有的人 就會去 移民到美加、英國、澳紐 我們 我們 這節 真的要跟大家說一下 中國的移民歷史 移民歷史一定要找一些很極端的例子 跟大家說說 而這次的主角 就是 文革裏面的紅衛兵領袖 紅衛兵領袖也移民 你沒有聽錯呀 而且 當時這個紅衛兵 很有名 他在天安門上 被毛澤東接見 毛澤東問他什麼名字 他說宋彬彬 為什麼他可以 出來見到老母呢 原因 他是貴族出身 他老爸叫宋任窮 是開國上將之一 所以 他這個女兒 當時就可以去到 天安門上 紅衛兵 成為領袖之一 老母接見他 老母開口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他說宋彬彬 老母說文質彬彬 不要 因為 老母的根據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不要文質彬彬 革命是什麼 是暴動 是一場階級推翻另外一場階級的暴動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不是文質彬彬 不是受花挑釁 要殺人 是要暴動 所以香港的 時代革命搞不成 原因是我們沒有武力 我們沒有辦法推翻這個政權 但是我們也應該了解這個政權 這個是很著名的紅衛兵宋彬 當時 他是 風頭一時無兩 因為 他 老母說了要母之後 他就即時改名叫宋耀母 當時 是很威風的 其中 他甚至乎把他們的附中校長 打死 當然他自己否認 他是主謀 可能他沒有動手打 問題就是 你是當時的紅衛兵領袖 所有人看你頭 你說打老師 那些人就衝去打老師 幾十個學生打一個 老師通常都會打死 其中一個 很出名的 就是變仲雲 校長 變校長被人打死了 宋彬彬 宋耀母 他是一個主謀 主要的 兇手之一 但是 奇怪就奇怪了 他在80年 竟然移民到美國 這件事真的要跟大家說說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校給頻道 月費贊助 當然我們仍然會說三個呼籲的 呼籲的 就是88 旺角88燒烤 希望大家可以 有閒錢的話 去幫忙 吃點東西幫忙 因為 老闆兩夫妻 這兩年來 我想都沒有出過 全副身家都投入到這家店 我也覺得他做得很辛苦 如果 真的可以停的話 最好就不做 但是 始終 他 一番心機 也很難說要他結束就結束 而且真的很難做 現在 包括政府的打壓 包括現在的限聚令 也是打擊餐廳的 一個很重要的 一道殺著 搞到很多店鋪都不掉 說真的 幫得了多少 長噴難顧 但是 只能夠希望大家 支持我們的人多 每人吃碗麵 可能都可以 幫他度過難關 當然最重要是 良力而為 始終幫助還幫助 也要看回自己的荷包 第二就是我們的合作社 合作社的車隊 現在發展越來越大 接下來我們會加強 合作社車隊可以提供到的服務 現在他們已經旅遊包車 也有 搬屋 或是製造傢俬 甚至乎 可以代客看樓 如果 你約他五個盤 他可以開車幫你看 拍照給你 大家需要的可以詳細跟他談 接下來我們可能會 再 開一間保安公司 現在也是在構思階段 也可能需要車隊的配合 我們的網絡夠大 我們可以做 不同的城市 由倫敦 去到 萬聖 去到 克池 去到禮物浦 八明漢 其他地方 Milton Key 或是南部都可以 這是我們希望做的事情 第三個呼籲 就是網友報料 有人 慕容我們的名義 去籌款 這件事對我們來說 當然是十分不開心 有人 用我們的名義去籌款 這是一個欺騙的行為 因為我們 不是去到緊急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輕易這樣做 2019年的時候 當時我們 被YouTube停了我們的廣告 當時其實是很艱難的 因為 請開人 使用 這個 團隊突然間沒有收入 我們一直以來 當時也沒有收過課金 也沒有收過月費 我們就想到了 不如開始收月費 不然的話 真的搞不了 頂不下去 所以由當時開始 是 2019年的11月 我們也是以興趣為主 沒有想過要收什麼 月費 課金 直至那個月 我們真的搞不定 頂不上 才是開口 大家也是自願式的 給月費 總之 封劍尤人 有能力就多給 沒有能力就 幾十元也有 多多少少 渡過了我們的難關之後 我們就開始 跟大家說 不需要了 我們頂得順 不用再給月費 當然 很多人來說 有閒錢的就要給 如果你覺得 收入不穩定 就不用避免 我們一直強調 現在竟然有人就冒認我們的名字 就去籌款 我們一定是會追究的 哪一位受害的 希望你們跟我們聯絡 我們要繼續說 這個宋彬彬 宋耀武 他在文革的時候打人 很威風的 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子 可以 隨時抄人家的假 圍攻的幹部 很多名流 很多名人 全部在他面前 撫手清拾 卑躬屈塞 他說打就打 說殺就殺 基本上 操住人家性命的生殺大權 到了 39年前的8月19日 這個紅衛兵 解散了 宋耀武 亦都 在整個權力鬥爭之中失了 因為 可能他爸爸也倒台 你作為這個 老子英雄 而好漢 老子反動就移運彈 你老爸是混蛋 你也是混蛋 失了世之後 大陸頂不了下去 到了80年代 他就用讀書為名 逃亡 去了美國 這個紅衛兵 在大陸殺人的紅衛兵 竟然 移民去美國 宋彬彬 其實也算是讀得書 因為他 去美國留學的時候 用了三年時間就拿到波士頓大學 地球化學專業碩士 到了89年 就有麻省理工的 專業博士 也有了學歷 他在89至2003年 做了十幾年 在麻省做環保局分析員 做一個環境分析員 然後進入美籍 一直都在美國生活 大家想想 你在文革叱測風雲 鬥死先生 鬥死校長 所有的 領導人隨時都可以 批鬥 隨時都可以嘔打 一下就跳到美國 在你們口中的敵對國家裏面生存 讀書 然後在那裏做事 大家想想 這是不是很大的反差 2014年 他公開道歉 因為 當時被 紅衛兵打死的北施大呂附中的副校長 辯仲雲 辯仲雲當時是被學生 鑑山打死的 當時送到醫院的時候還沒有死的 不過 有七個人簽名 其中一個就是一個教師 另外六個就是紅衛兵 而 宋耀武就是其中一個簽名 即是要擔保 醫院救人也要擔保 這七個人擔保 因為他們是打的 最後送到醫院 原來 最終 打死人 這個教師 辯仲雲 這個副校長 重傷不治 他當時對著辯仲雲的銅像 一直說 一直說 一直說自己的不是 一直道歉 問題 就是 你究竟 是不是真心道歉呢 這個辯仲雲校長的家屬當然不自受他道歉 覺得他沒有誠意 不過 直到現在 根本就沒有人為他的死 直接負責 我們看到大陸人 很多時候 他移民 在大陸的樣子 當他離開了大陸的時候 他就變臉了 當他 在外國生活得好的時候 他又懷戀起大陸風光的時候 這些 就是大陸最不要得的人 在自由的地方 教你如何愛國 美國最多這些混蛋 在美國、加拿大、英國 英國比較少 美加最多 在自由的土壤、自由的空氣 反而就說你不愛國 就做了小粉紅 這些人 是真的會被天收的 我們這節說的移民系列 是一個最極端的 由紅衛兵領袖在天安門接受老毛的次命 到了 走路去美國 然後還要入籍 這是不是一個很大的反差 當然 共產黨 移民去美國 或者中國人移民去美國 那個才是中國人的中國夢 這節時間 暫時說到這裏 拜拜 印度是最多的 威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